聽說有人自稱是諾粉 今天就帶你們了解一下Nokia X71 嗨各位束褲們我是陳武啦 今天帶來各位快速上手一下 手上這台Nokia X71 Nokia X71的名字會讓大家有點困惑 因為之前國際版的命名並不會有一個X在前面 那我們上網查了一下發現 它應該是六系列的後繼機種啦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支手機的外觀 外觀上大家應該會覺得它還蠻吸睛的 有一種低調奢華的感覺 因為它是一個金屬裝框 然後包覆著正面跟背面2.5D的玻璃 並且做了一個古銅色的裝飾 相信大家對於這種飾調應該是不陌生啦 那我自己會覺得這個顏色 跟我今天的裝扮好像還蠻搭配的 就是一種沉穩的感覺 那平常都沒有這種感覺 平常是沉穩的吧 平常是沉穩的感覺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正面外觀好了 它的正面是一個19.3比9 6.39吋 Full HD Plus的 Pure Display 那這個Nokia還蠻考驗大家的英文的 從Nokia A11 Loco 到Nokia 9 PureView 現在螢幕也有一個Pure Display 那我們其實還蠻喜歡這支螢幕給我們的感覺的 因為它的屏佔比感覺非常的高 主要是因為它這次叫做點金全螢幕 用了Nokia P一個螢幕下挖孔的一個設計 那這個挖孔下面藏的是一顆1600萬畫素的前鏡頭 除了這個開孔以外呢 我們覺得這款螢幕的四周邊緣的圓角還蠻遠的 跟我們之前看到的很多手機比起來算是一個比較圓潤的螢幕 那握起來的觀感其實也還不差 那可能是因為是中階機的關係 所以它的下巴跟這個邊邊比起來稍微會厚一點 不過再搭配這個小藥網我覺得整體握起來呢 是一個識別度很高的手機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它另外一個特色 它是第一款經過蔡司認證的三鏡頭 分別包含了120度800萬畫素的廣角 還有一個4800萬畫素的主鏡頭 跟一個500萬畫素的景深鏡頭 那目前4800萬畫素算是手機裡面畫素最高的喔 我們之前在小米9跟紅米Note 7 Pro的時候也有看到 那我剛剛查了一下這款呢 它應該是用上了三星的感光元件 所以它應該是一個1.2吋 1200萬畫素的鏡頭 但是透過拍照之後的AI運算啊 或者是插值 可以讓它產生一張4800萬畫素的照片 不過這種大底的感光元件呢 就是可以讓它在夜拍的時候呢 獲得一個比較純淨的畫面 跟一個比較高的鏡光亮 所以我們還是很期待它在夜拍上的表現啦 那除了4800萬畫素的主鏡頭以外呢 如果你要拍攝具有張力的照片的話 120度的廣角其實算是非常的實用啦 就是你在拍的時候如果手指頭拿高一點 甚至還會連你的手指頭都拍進去 我會覺得這款三鏡頭的手機呢 就是讓你一隻手機可以解決你不同焦段的問題 比如說如果你要拍人像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它的景色鏡頭去拍 那如果你要拍攝非常具有解析的照片 你就可以在拍照的時候呢 切換到4800萬畫素的模式 算是一個很實用很全面的一個配置 那其他Nokia手機有的特色呢 這台X71當然也不會少 像它一樣也有OZO Audio 就是可以讓你在錄影的時候 因為它擁有兩個麥克風可以讓你錄到一個立體聲 那另外它搭起來的也是Android 9 Pie Nokia在安卓版本的大更新上面一直是 速度還蠻快的 那這一點我還蠻喜歡 因為我自己是使用Pixel 3的手機 那Nokia系統呢 在操作上的感覺會覺得 跟Pixel的體驗上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原生系統 乾淨純淨的話呢 就可以考慮我們這台Nokia X71啦 在售價上呢 這款手機是11900人 會比我們的Nokia 8.1稍微來的高一點 雖然只看處理器它是高通660 但是它是目前Nokia 第一個挖孔螢幕 然後第一個 菜市認證三鏡頭的手機 所以我覺得這款價格呢 也是大家可以負擔得起 如果你是喜歡拍照的朋友呢 就可以好好考慮它了 那講到拍照呢 剛才在發表會上呢 還有亮相的另外一款手機 就是在NWC上我們看過的 Nokia 9 PureView 就是那一款擁有五鏡頭的手機 我們剛有幫大家實測過了 大家應該會想說 五鏡頭拍照合成會不會需要很多時間呢 剛才五塊用了一個小菜被端走的笑話 就讓照片合成完畢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等待的時間 應該是可以接受的啦 因為目前的超級夜景模式啊 或者是Night Sign模式 其實也都需要等待的時間嘛 那為了一張好照片 這個等待我相信是值得的 我們也期待之後可以上手一下 Nokia 9 PureView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針對兩款手機的介紹 不知道大家對於Nokia手機有什麼想法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喜歡我們這部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還有科技網站、Facebook跟IG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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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動 stitch 整形 個材 中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